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3月1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主场引战开拓者,此前勇士战绩为31胜30负 赛前排名西部第6,而开拓者此前战绩为29胜31负 排名西部第11,两队排名相差很大 但实际差距不过1.5个胜场 这是一场真正的卡位战教练 赛前根据勇士随队记者透露 此前受伤的格林在经过热身后,感觉没问题 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 但是库里和韦金斯仍然没有消息 利拉德在上一场对阵火箭的比赛中 了见了13G3分,全正拿到71分6篮板6主攻 仿若天神下凡,一战刷新23项记录 也创造了NBA一时单场70加真实命中率最高的历史新记录 显然利拉德手感火热,勇士想宁球,必须限制利拉德 而小西蒙斯和努尔基奇也无法出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克莱和利拉德的对决 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两支球队都在争夺季后赛名额 只要开拓者赢下这场比赛 那么就能和勇士的差距缩小到0.5个胜场 对于开拓者这个对手,勇士肯定不太舒服 交易截止日前,开拓者隐瞒小配顿伤情 坑了勇士一把,冲击季后赛名额 两队都没有推路 勇士摆出的首发阵人为 普尔加克莱加迪文森佐加追梦格林加卢尼 开拓者摆出的首发阵人为 里拉德加塞布尔加雷迪神加格兰特加尤班克斯 抬举勇士就陷入被动局面 塞布尔连续命中两击三分球 雷迪神三分锦上添花 勇士就靠卢尼在内线强攻勉强维持局面 好在此后普尔和格林连续命中三分球 但是普尔的失误也给了开拓者机会 里拉德和格兰特连续上分 中断利特尔的三分球打平勇士 开拓者半截就拿到21分 迪文森佐三分球直续后 开拓者打出小高潮 里拉德连续上篮得手 顶着库明加轰迹三分球 突破早杀上 加上沃特福德和利特尔的得分 开拓者打出一波18-4的高潮 此时分差已经到17分 第一截打完 开拓者41-27领先勇士 克莱毫无手感 普尔失误加倍单打针对 勇士打得太挣扎了 第二截出断 迪文森佐和普尔带队追到个位数分叉 利拉德上场后 联合格兰特重新扩大领先优势 追梦格林还返回更衣室接受治疗 不过很快格林就回归 在利拉德的带领下 开拓者一度拉开23分分叉 切莫克莱和普尔连续追分 半场结束时 勇士48-65落后开拓者 第三截勇士迎来爆发 迪文森佐的上篮 普尔的突破造杀伤 努尼的爆扣 也许中场休息时 科尔真的骂队员了 精神投明显不一样 努尼和普尔的内外开花 勇士很快将分叉缩小到个位数 利拉德三分后 明显防守不敢做动作 普尔再中三分球 勇士打出16-2的高潮 中段克莱找到手感 库明加控切单臂批扣 克莱的空位三分球直接反超比分 库里在场下也露出久违的笑容 杰莫克莱继续空三分球 三截打完 勇士87-82反超开拓者 第四节决战 格兰特连续发力 普尔和格林带队守住领先优势 科尔谨慎叫暂停 中段迪文森佐连中两季三分球 勇士瞬间将分叉拉开到14分 塞布尔的三分球背水车心 兰木和库明加连续给出回应 克莱则之球开始冲击篮下到杀伤 比赛最后2分39秒开拓者脚械投降 换上全替补阵容 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 最终勇士在一度落后23分的情况下 完成超级大逆转 123比105击败开拓者 迎来三连胜 而从落后23分到反超迎18分 勇士下半场实践真正赢了41分 纵观全场比赛 勇士上半场打得很糟糕 关键就在于失误多 内线防不住 追梦格林明显受到手腕伤势的影响 加上裁判的吹罚确实也有些针对勇士 开拓者几乎每一次冲击篮下 都能得到上分的机会 而第三节成为转折点 克莱找到手感 卢尼连续得分 而当勇士在第四节被开拓者抓住机会反扑时 迪文森佐的两季三分球雪中送他 今天这场比赛 勇士全队打得都不错 除了失误比较多 而这场比赛最大的惊喜就是普尔了 毕竟之前普尔整体的发挥非常低迷 但这场比赛爆扣有了 神仙球有了 甚至普尔突破也有了 整体打得非常自信 普尔24中时砍下了29分 他一个人磐活全队 这场比赛普尔导演了球队的逆转 勇士一度落后多达23分 结果最后第四节打出了2分39秒的垃圾时间 确实很神奇 尤其是在第三届勇士打出一波流进攻 缩小比分差距 之后实现反超的阶段 普尔在这期间连续砍分 是球队逆转的关键 不少球迷表示对于普尔是爱又恨 爱的是他准起来确实和库里很像 恨的原因是有很多时候普尔总是会浪头 手感不佳还总失误 甚至有球迷调感签下大合同的普尔是NBA臭豆腐 又愁又像又爱又恨 除此之外 三大首发都是完美的发挥 一文青座11中8获得21加4加3的数据 这段时间他整体的状态并不差 而且在自己控球的时候 球队的节奏还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卢尼的效率也非常高 全场8中7获得14加7的数据 他一直都在兢兢业业贡献自己 格林这场比赛还获得了付出 这也让他整体的体力非常充沛 全场比赛格林五中词获得12加9加8的数据 也算是找到巅峰了 而且就库明加来说 他在防守端的发挥也非常出色 特别是库明加和格林一起出现在球场上的时候 他们完全制霸防守了 当然库明加今天也就10中8 只获得16分 但凭借防守端的发挥就够了 而汤普森半场发挥不佳 好在他三界终于找回了手感 全场21中8获得23加8加4的数据 这样的命中率还是凑合 可能还是因为之前连续爆发 对于汤普森自身的消耗太大了 幸好其他球员的发挥不错 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 而莉拉德面对BOX一战术 也没有翻盘之力 莉拉德在赛前受到了TNT评论员斯蒂芬史密斯的胜赞 莉拉德是历史最伟大的空位之一 除了库里我就选他 对这勇士这场莉拉德首捷8中5 3分3中2拿下15分3助攻帮助开拓者打出41到27的高潮 但是面对科尔突然改变的战术 第三界开拓者突然就断电了 莉拉德5中1还吃下三次犯规 单见勇士打出39到17的高潮 莉拉德被换下场时十分郁闷 开拓者全队似乎被勇士打懵了 这场比赛斯蒂芬史密斯被打脸了 库里在遭遇BOX一时依旧能大杀四方 而科尔队莉拉德用BOX一后莉拉德后面三界合击十二中四 另外随着勇士逆转击败开拓者 但是快传就输球了 自从威少正式加盟球队以来 快传没赢过 先是双加士175比176西败国王 随后加士又完败绝金 第一场泰伦炉让威少打关键时刻 第二场直接弃用 但快传就是赢不了 而且队内也传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泰伦炉已经用了各种控制变量法 小莫里斯表现不好 冷藏 威少之前能量不错 今天最后时刻得到上场机会 哥登上场时间在减少 各种方式就是赢不了球 而且快传现在最后时刻的表现 和之前虎人类似 简单来说 自己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快传输球全部责任 肯定不能推到威少身上 但威少在场 很容易让人感觉他随时可能失误 而且威少确实在给伦纳德和乔治的投篮空间增加压力 但不能否认威少的努力 第四节最后时刻 也只有威少能继续全力冲刺 而快传三连败后 勇士升至西部第五 快传和独行侠两支球队都让人看不到希望 这样勇士双喜临门 他们不仅捍卫西部前六的位置 还升至西部第五 尤其是在今天主要竞争对手独行侠不敌步行者 快传不敌森林郎之后 勇士把握住了机会 他们的战绩来到32胜30负 甩开独行侠和快传 处于直通季后赛的西位中 能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拿下胜利 逆转西部的对手 对于目前的勇士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他们的胜率一直都在50%左右徘徊 无法取得连胜 这在竞争激励的西部中是非常危险的 很有可能就跌出前六名 参加残酷的附加赛 所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可以激大提升球队的战斗力和士气 接下来勇士依旧不可以大意 他们的对手是快船 提呼和呼人 都是直接竞争对手或者有战斗欲望的球队 当然勇士也很为难 还在第五的位置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毕竟太阳大概率会守住西部第四的位置 这样一来 勇士在首轮就要面对杜兰特 布克 保罗 艾顿领先的太阳 加上杜兰特和勇士的历史渊源 勇士在首轮是不想碰到杜兰特的 而克尔最理想的战绩排名是第六位 这样他们的对手是年轻的国王 国王虽然实力不俗 但是毕竟多年未能进入近后赛 精英欠缺 而国王本赛季也是靠进攻起家的球队 他们被誉为反版勇士 显然反版遇到正版 没有什么胜算的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好 好 感谢观看